中国有一家祖坟,出了16个皇帝,如今国家铁路都得绕道走。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祖坟,在中国对于祖坟是非常重视的很多人,认为如果祖坟好的话,对于子孙后代也会有好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风水堡,地有一个最牛祖坟后市,出了16个皇帝,如今修高铁珠要绕道这就是珠。 元璋的朱家祖坟,在中国的历代帝王陵墓中,秦汉之前的古墓都是做西朝东的,但是从东汉时期开始帝王的陵墓又变成了做北朝南的了,并且形成了一种规,是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凤阳的明皇陵却不是做北朝南的,而是做南朝北这个陵墓,之所以这样修建, 是因为朱元璋出生贫寒,在他十岁的时候,父母和兄嫂都相继去世了,因为家里没钱,所以就只能草草丹葬,并且下葬的时候也没有关过。 关于朱元璋父母下葬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当时,凤阳发生了瘟疫朱元璋的父母也死了,但是没有观察下葬,于是就用草席果。 这下葬当时抬到了一个山坡上下,起了大雨,他们就放下草席去夺鱼壳,吃雨停之后,山突然塌下来了,直接把朱元璋的父亲给埋了,这就是所谓的天大。 而这块地方正好是风水堡地造就了朱元璋当的皇帝在朱元璋的父亲下葬之后二十年之后,朱元璋成了吴王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他就让人去好州修缮自己父母的陵墓。 当朱元璋登基之后,他想改葬这个时候有,人说祖坟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尸体,怎么放陵墓,就怎么建,否则就会影响后代。 因此朱元璋就在祖坟的基础上添加了风土占地两万多亩,整个陵墓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都自称是真龙天子在祖坟的选择,但都会有所谓的龙脉之说,朱元璋能够从穷和尚当上皇帝,他的祖坟自然就成了风水堡地,讲到这里据说在修建金户高铁的时候,为了避让名皇陵。